论法无因求法不倦 自觉就塌了 《金银书》上说得好 专要求法 兴武 燕足 这是自立方便 长语广书 智悟疲等 这真名利他方便 所以 为人眼熟 这个决定不能中断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更新的人 我们这个更新的六种佛说的 六种病 我们统统聚足 佛用六佛药 叫我们对治 第一种病 健谈 用不失来对治 第二种病 我也用持戒对治 第三种病 成悔 用忍辱来对治 第四种病 懈怠 懒惰 懈怠 懒惰 懈怠 用精进来对治 第五种病 懈怠 第五种病 散乱 这心理 妄想散乱 用禅定对治 第六种 愚痴 用般若对治 菩萨 修六佛罗美 对治 这六种毛病 这六种毛病都没有了 就叫 圆满 尖叹的心断干净了 你念头都没有了 不失 波罗美 圆满 对人 对思对我 一丝毫无念没有了 持戒 波罗美 圆满 他明白这个道理 那我们今天还有些待 还有透蓝 这都用精进波罗美 那对治 啊 那么这个 长语 广舍 智武 眷等 这就是精进 可以对写代 逼着你 啊 如果不上台讲经 我们就不想看见了 那上台讲不看不行啊 啊 那么我讲无量寿经 讲了十几遍了 我每一遍 讲每一遍 我用的这个本子 是同样的本子 但是我要换新本子 我不用旧本子 旧本子 我上海画的记号 像这样 我也看不看它 我用新本子 啊 新本子里头 就有新的意思 跟上一次讲的不一样 境界不相同 悟处不相同 啊 讲完之后 两个本子对着笔下 看到自己那进步 啊 用一个本子不行啊 啊 我们在学生学校 读书 看到老师用的课文 这个老师 教一年级的过文 啊 每一年他都是一年级过文老师 他用的那个笔记本就一本 一生 就用这一本 啊 每年都是教一年级的学生 他自己不会进步啊 啊 如果要自己进步的话 啊 每一讲一遍的时候 必须要用新本子 前面不要用 啊 前面可以做参考 甚至参考都不必 啊 全用新的 真有进步啊 啊 这就是笔准你啊 一定要非常认真去背哭 啊 那么你这门东西越讲越好 让人家听不厌啊